或许这样的说法只是一个政治语言 但是对我们来说 其实中国道的威胁是非常靠近 而且也非常紧迫的 我们先来看到其实在围台军演之后 中共是持续在台海的周边 进行了战备警训 从29号的凌晨6点钟 一直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呢 总共有38架次的共机 还有7艘次的共舰 以及4艘次的海警船 围在我们的中华民国周遭 当中是有28架次的共机 越过了海峡中舰 当中最靠近基隆的距离 其实只有39海里相当于72公里 距离我们台湾的北边 是最近的这一次的包围行动 另外在国防部的部分 都说有严格掌控 而且包括有任务的机械 暗制的飞弹都在进行掌握当中 不过我们刚看到 其实以国际的观点来看 当然大家是非常关注 在520之后的台海局势 到底会怎么样演变 我们来看到日经新闻的报道 他就说了这个印太司令部的指挥官 强调说现在这个共军的围台军演 他的正式名称是联合历届 2024A军演呢 就像其实是在预演 到底如何进犯台湾 而且当中犯态的关键 是在中国的自我评估 但是他也强调说 如果在这个区域当中 发现了冲突的话 他认为说 美日同盟的实力是非常强劲的 也认为美国跟他的伙伴 将会取得胜利 但是呢 其实现在大家更关心的是 除了台海局势之外 美中之间的军事交流 或是军事对话 到底会如何演进呢 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会谈 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 中国大陆的防长 以及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 两个人碰面 到底会谈什么 当然美中紧张的关系 其实大家已经非常特别的了解了 但是呢 当中可能讨论的问题 还是跟台湾有关 中国大陆的军事专家就说了 势必会谈到台湾议题 而且中国大陆 它的底线就是要重申 要求美国要严格遵守一中原则 而且停止干涉台湾事务 当然其实在之前 中国大陆的围台军演 就已经透露出这样的讯息 包括是对台湾释放出压迫的态度之外 也对外强调说 不要干涉台湾的主权 以及相关的事宜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 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外国媒体除了非常关注的是 台海话题之外 针对川普说 如果北京攻打台湾的话 他一定会轰炸北京 而中国大陆也有最新说法 台独分裂势力挑衅一次 我们的反制就会推进一步 共军继续呛台湾 为台军演一周后 中国大陆国防部 例行记者会 外媒聚焦演习问题 中方师傅计划在 这未来几年增加军事演习的频率 这是为了什么目的的 这个演习频度最高的 是太平洋彼岸的另一个大国 太平洋彼岸就是暗指美国 而根据外媒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放话 若共军在他任内入侵台湾 他将轰炸北京与莫斯科 如果这种报道是属实的话 那么上述言论是非常丧心病狂的 不止美国盯着看 台湾军方首度秀出 F12V携带狙击手夹舱 高空远距标定 中共战机殲16画面 吓阻中共停止不理智行为 乐于发布一些这种 自嗨式的消息 这些发布的消息 源于是对自身实力的一个 错误的认知 近九层反对中共长期对台军事威胁 经济胁迫及拉拢 邦交国与我断交 那也将近有九成 反对共军基建在我周边活动 甚至刻意超过海峡中线 为台军援之后 共军的口气依旧是很强硬的 而同一天我们陆会公布了民调数字 要回应的是520之后的台海局势 以及稳定台湾民心之外 也反映的就是主流民意 反对中共对台复合性施压 以上TV新闻朱光宏 陈入文在北京的报导 再来我们来关心到 欧欧战场上的最新发展 尤其过去大家会知道说 美方或是欧洲 对于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奠定了他们在这场战事上的绝对优势 但是现在传出说 乌克兰是不是要做武器了呢 其实我们要来看到 美国援助了31辆的M1爱布兰战车坦克 送到了这个乌东前线 但是没有想到看起来非常威猛 而且预计会在平原上展开非常强烈作战的坦克车 怎么变成了天然的标靶 我们先来看到乌克兰的士兵是怎么说 他说只要坦克一开出去就变成头号目标 而且呢他的天体是什么 就是无人机 因为无人机会直接针对这个坦克进行了轰炸 而且在这个现代化的战场上 或许过去坦克车在这个伊拉克的战场上 有非常好的神机 但是在乌克兰的国境之内 似乎是毫无用武之地 他们点出了一些问题 包括是装甲的防护力不太够 还有技术后勤上的问题 也都一直没有办法解决 还有呢 他们在现代的战争当中 要坦克对战的机会 相对来说是比较低一点的 所以等于说需要其他的武力先扫过战场 而且他们认为最缺的还是无人机 甚至讲更白的乌克兰军队 现在什么样都什么东西 什么武器都是缺乏的状态 但是其实或许现在他们最重要 而且最重视的 就是怎么把他的乌克兰的空防 赶快重新的达到防护强度 因为紫伦斯基现在当然还是非常紧张 他说现在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只有25%是有相关的供给的 如果你要全面覆盖的话 还需要25套的爱国者飞弹 可是在很多人的眼里 这样的解释说25套的爱国者飞弹 完全是尸子大开口 怎么样说呢 因为现在有的八倍 而且他已经是现在所有的东西的八倍 而且超越了金火商在一年的生产力 所以当然这样子的要求 还有这样的产能恐怕还是需要 加紧来补强的 但是我们来看到国防新闻周刊也说了 爱国者需要在更大的空防生态系统 单独的运动的话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效益 因为容易受到了俄罗斯的低空无人机攻击 没有办法解决 乌克兰现在面临这种极端的脆弱性 所以说你真的要透过军援来改变结果 真的是非常困难 所以以他们的观点来说 他们认为说 如果美国真的想要主导这个战士的话 应该要积极的推动俄乌双方好好坐下来谈判或是和谈 而不是一昧的军援 这是他们现在的最新看法 但是其实在整个国际的态势上 之前也在讨论说 到底提供给乌克兰的这些军援武器 能不能用来攻打俄罗斯的境内 现在欧洲慢慢表态 认为说应该要可以 美国的立场 现在也逐渐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达了27个月的乌克兰战争 如今进入小好战 让原本限制乌克兰不得使用西方武器 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北约 态度开始松动 继波兰和北约秘书长 法国和德国领袖 28号联媒表示 应对基辅开绿灯 允许攻击俄罗斯境内 对乌克兰发射飞弹的军事据点 但不得攻击其他目标 这也让美国总统拜登 来自盟友和幕僚的压力 越来越大 周三抵乌克兰邻国 摩尔多瓦访问的国务卿布林肯 就暗示美国已在考虑 让乌克兰用美国武器 攻击俄罗斯境内 这个问题自2022年 俄罗斯发动入侵以来 就是个敏感问题 此一政策转变 可能改变无战样貌 也可能就此激怒 俄罗斯总统普钦 普钦警告欧洲的北约成员 不要玩火 表示让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 伸入攻击俄罗斯 将会让世界走上核冲突 为了应付战争需求 俄罗斯GDP近7%用于国防 甚至计划再提高 而美国也加紧脚步生产武器 多年来仰赖数十年的老工厂 制造炮弹 如在宾州这家二战时期的 国防工业基地 不过现在在德州达拉斯近郊 新弹药生产线正式启用 美国目标明年底前 每个月生产十万枚 一百五十五毫米炮弹 德州新厂未来每月可产三万枚 约是美国目前产量的两倍 美国自武战开战以来 已承诺乌克兰超过 五百一十亿美元援助 武器运往乌克兰 但绝大多数资金 其实又回到美国 包括制造厂就业和生产 而随着美国武器库存 送往乌克兰 更新型武器也随之就位 如布莱德雷步兵战车 用配备武装和装甲系统的新型取代 破级炮定位雷达也换上更新版雷达系统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也以更先进的长城精准打击飞弹取代 换句话说 美国提供乌克兰武器的同时 也着手让美军现代化 二战时期 美国总统小罗斯福口中的民主兵工厂 似乎再次上演 不过战场的现实则是 美国的旧型武器不一定合用 过去在伊拉克对抗海山的MY爱布兰战车 在经过漫长交付过程 在德国训练 最终上了乌克兰泥泞的战场 战争形态却已大大改变 甚至可能不敌500美元的攻击无人机 吴军表示 这种坦克需要空军炮兵同时下战场 才能发挥作用 但他们只有坦克 现在他们只想问美国 军援为什么迟迟不来 且只来一部分 而他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TV新闻综合报道